以赛亚书 第六十五章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悲逆的百姓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心不善之道 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 在坛上烧香 在坟墓间坐着 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 他们器皿中有可增之物做的汤 且对人说 你站开吧 不要挨近我 因为我逼你圣洁 主说 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 是整天烧着的火 看啊 这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静默 必施行报应 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 就是在山上烧香 在纲上 在纲上 亵渎我的罪孽 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 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 量给他们 耶和华如此说 葡萄中寻得新酒 人就说 不要毁坏 因为福在其中 我因我福人的缘故 也必照样而行 不将他们全然毁灭 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 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里 我的选民必承受 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 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眷 雅各骨 必成为牛群唐卧之处 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 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 忘记我的圣山 给石韵百元席 给天命盛满条河酒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 都必屈身被杀 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 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 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必得吃 你们却饥饿 我的仆人必得喝 你们却干渴 我的仆人必欢喜 你们却蒙羞 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 你们却因心中忧愁爱哭 又因心里忧伤爱好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 为我选民指着赌咒 主耶和华必杀你们 令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 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 必凭真实的神求福 在地上启示的 必指真实的神启示 因为从前的患难 已经忘记 也从我眼前隐藏了 看哪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 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 必没有数日妖王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 仍算癌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 算被咒诅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想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牵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 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高 我就应远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停 柴郎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尘土必做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马太福音 第二十七章 到了早晨 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 借去 交给寻佛比拉多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 这是血价 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护的一块田 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固定支援的价钱 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 买了摇护的一块田 只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巡护面前 巡护问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巡护甚觉稀奇 巡护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旗 随众人所要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 寻护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 才把他借了来 正做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 这一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寻护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巴拉巴 巴拉巴 这样 那成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定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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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二事呢 他们便竭力地喊着说 把他定十字架 一人的血 罪不在无 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寻护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银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戏弄他 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 丘土唾沫在他脸上 拿尾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鼓励奈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 意思就是独楼地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黏揪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 击翘他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倚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计较他 从武正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 耶稣大声喊着说 伊利 伊利 拉巴萨巴 格达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伊利亚的 那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荣沾满了醋 绑在鬼子上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伊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斑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睡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 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这真是神的儿子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 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 是亚利玛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 就去了 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纳格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 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童去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守妥当 诗篇第118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在疾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那帮助我的人中 有耶和华帮助我 所以我要看见 那恨我的人遭暴 投靠耶和华 强似以赖人 投靠耶和华 强似以赖王子 万民围绕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他们环绕我 卫围绕我 他们如同瘋子 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 必被熄灭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你推我 要叫我跌倒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严严地诚挚我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要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已经应领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 耶和华呀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 奉耶和华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他光照了我们 礼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 迁到弹角那里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